但這個也不重要 說不定又去雍和吃燒鵝 真是好笑 現在4.9的雞蛋 就出名舊便宜 經濟實惠 十多元有三粒牛丸 四粒牛丸 這炸魚皮一定要兩個人來吃 一定要有湯才好吃 這樣浸淋 出兩日加密 它不像油炸鬼那種 油雞冰叉燒飯18元一份 脆皮燒肉飯34元 下面這個名爐燒鴨 燒鴨也是這樣說的 13元 下面紅燒豆腐飯12元 最便宜就是這兩尾 燒鴨購買吧 哪裏 燒鴨26元一斤 對呀 吃不吃到那麼多 鹹香雞蛋 我不太喜歡吃鹹香雞蛋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現在所在位置彩虹橋地鐵站 彩虹橋地鐵站 最近的地方就是西華路 我們要去西華路 我們就要在彩虹橋地鐵站出來的 今晚呢 我們就會去一間 很老字號的 海鮮大排檔吃晚飯的 不過呢 現在4點鐘 依然還未開門 我們先在附近走走走 又或者去市場買下菜 上一次呢 我和老婆去那裏吃過燒鵝之後 很多觀眾就說 究竟怎樣去得到呢 西華路呢 就多好食物 來彩虹橋地鐵站 就最方便的了 如果不是說 哎呀 頻道重陽覆覆又吃同一樣東西 其實今天是吃燒鵝的 不過沒有理由這樣 是吧 是 桌子比較小 桌子比較大 桌子比較大 但是小小桌子 然後呢 好像我們這個鐘數量就對了 可以再硬一點 就對了5點鐘入席 這樣一定有好處 是吧 至於燒鵝今天不吃了 沒有理由再來吃燒鵝 如果我們要去西華路 那大概是什麽方向呢 你認住這個路名 西華路就可以了 然後小梅大街 如果熟知廣州的街坊 應該都不會陌生 再來還有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我們上次吃燒鵝的對面 現在改了名叫 廣州市第17中學西校區 首先呢 這裡是彩虹橋地鐵站 屬於八號市 你可以去到西村 即是廣瓦中學那裏 再來呢 下一個站 你去到陳家寺 又或者華林寺 即是長壽東路 文化公園即是上下九 這條線路呢 如果大家回到廣州 只在這幾個站 都會有時間來玩 這裏就是舊的麗灣區 是呀 最舊的那一堆 甚至乎你去到東福西 都很多過癮東西 來到這裏已經凍山 這條線路 是我們幾乎可以說 是來得最多的一條線路 最有代表性廣州 就是這一堆 就是這一堆 你不要說天河 天河不 沒有甚麼廣州味 都是見到天河 由於現在時間太早了 那我帶大家在附近走 走到差不多 我們再去市場 買少許東西 買幾個包 種類各種 然後呢 再過去吃東西 再來呢 那個 在小梅大街的口 那裏 有個阿姨賣種 賣了很多年 不知今天見不見到 在廣州 那些阿姨 放一個瓦 在那裏煮種 有幾個地方是不錯的 一個就是 上一集 和大家去到吃麵 對面那裏 在延運西街口 有一個是 台山阿姨 她說台山話的 那裏的種類很好 另一個就是這裏 不過我不知道這裏 阿姨有沒有開工 我們出來了 原來這個口是這樣的 是這裏 走去西華路尾 然後對面 就是樓化湖公園 對呀 還在做 然後這裏 又是一個很老牌的 食飯的地方 富士山 原來還有 我之前經過沒有 被容器收購 被容器收購 原來還在這裏 以前我不是在這裏 附近上班的 主管經常會帶我出去吃東西 然後是兩間的 第一個就是雍和 剛才說吃燒鵝那裏 第二個就是這裏 如果我沒有記錯 這裏還有一飲茶 逢星期三茶市7點8折 即是今天 然後 三宿公園我 38元 八寶鴨 現在這個時段 還未開工 5點 起碼到 波士頓龍哈 128 以前這樣的格局 凹下去少少 我們通常上二樓吃的 還有麥汁叉燒 28元 六支圓 還寫著下面寫著 富士山酒家 下次 下次 留住下次 買一間禮 一間禮 很多都是禮 是嗎 對呀 很多東西吃 是的 我們就是這樣 以前有吃過那間店 見到又有開 又想進去吃 到時再算 我們先走完市場 然後在前面 往司馬聰方向 走西華路尾過去 右邊 我們咀咀這裏比較熟悉 所以突然間右邊 不走司馬聰那裏 在這裏走回去西華路 是嗎 嚇懇懇的 這裏還有 容器如揚仙 原來這裏是這樣的 我真的未來 這裏有個客棧 客棧 客棧 公園 長租短租公園 完全正確 一出回來 前面就是司馬聰 前面就是司馬聰 來睡所這邊 不如先過馬路 好嗎 來到這個時間 昨天晚上 那些小學生 就放學 四點半未夠 小學生放學 會有很多家長在等 前面這個 是甚麼小學 你知不知 我都不記得 去看看是否知道 沒錯 靈近一看 真是西華路小學 原來西華路小學 是靈靈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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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在大路 所以不太熟 就是西華路小學 穿過這裏 司馬聰 一直往前走出去 就已經是荔灣路 再來 之前有觀眾叫我 找荔灣北路 其實當時 很大片荔灣北路 都在整路 大概就是我所在的位置 現在稍微弄好一點點 就是剛才我經過所說的那個 荔灣湖公園 不是 是樓化湖公園門口那裏 至於這裏 就已經是司馬聰 因為剛剛下了一場 超級大的雨 應該說下了一天的雨 所以這些河水 好像看上去流動 是的 今天這陣子都是下雨 因為 端午節就到 我們會把這個稱之為龍舟水 而我們 是一個很勤契的博主 原先都想著拍不到 一見他停雨 馬上出來 熱又是這樣拍 下雨又是這樣拍 下雨又是這樣拍 等一下下不下都不知道 是的 我還聰明 包沒有有驚 正前方再去就是樓化湖 我們不認識 不知道是下邊還是怎樣 已經滑到通了 在樓化湖底有條路 對面的 從我頻道開始的時候 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現在我和他老婆 終於見到他做好了 他是早前才做好 老婆開始有寶寶的時候 就在這裏附近上班 到今時今日 女兒都14歲了 終於做好了 那時候很交關 還要封路來拆 後期便通了一部份 所以當時 西華路經常會濕車 很厲害 終於我們又回到小梅大街 那麼我們會從前邊 轉左過去西華路 也都在這裏走一下 先頭我們見到富士山 後來很多再開車 那裏 都是冷冷清清很正常的 前面也看到當時有一間店舖裝修 多美麗炸雞 現在還有製造的 應該是最後一間來的 如果我沒記錯 還有這個升景圍面 香港茶餐廳 多很多 螺絲粉 又有潮州麵 對面又有一個 應該是賣茶葉的 這條路很旺 現在變得很厲害 我剛才說疫情期間 都看到有老闆肯開張做生意 就是這個咖啡店 旺的 你看 現在這個時間 都坐到這樣 街上跟大家掃完 也看過 接下來就真的是買菜模式 剛好我們經過聖街超市 薯仔1.68元 老婆決定買一些 是的 我們家附近沒有聖街 好有多都沒有賣 所以要走到西華路賣 所以要走到西華路賣 還有我們去西朗市場 有時候好像這些外省來的菜 薯仔 有時候未必可以這麼容易找得到 1.6元而已 為何這裡這麼便宜 因為它大手大手賣 又買了一塊粟米 為甚麼呢 我們怕下雨 現在天氣又黑了 這裏才是聖街超市 剛才那裏不是聖街超市 不過其實最重要是便宜 接下來了我們又買蓮霧 10元一斤 落雨價 落雨沒辦法 他還說了一個壞消息給我們聽 就是落雨價 就是落雨了 那怎麽辦呢 我們就說很少吃 是的 我們很少吃蓮霧 但這也不重要 說不定又去雍和食燒鵝 真是好笑 現在4.9個字 小梅大街46平方米 16.6元 3萬多 東風西也是3萬多 百多萬有交易 人民北路的60平方 還要兩層 133萬 這些是那些 私房 是不是這樣叫 嗯 沒錯 是私人的私 先說清楚 我們經過這裏又見到殷屏家鄉色鹹肉粽 我們是決定買這個 它那個磅那個那麼有趣 是的 這些是浪鼓 浪鼓? 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 有些不同的 是的 又試一下這個 這個叫做殷屏種 差點又說了台山種 跟台山種都是差不多的 這麽近兩個地方 然後它說了兩個字 包那兩個字我真的不懂得在字幕面寫 就是那種水草 它的意思是這樣包裹之後 水沒有那麼容易進去 就不會有那種 你煮完之後 那些豆呀 那些糯米呀 散掉的那種感覺 還有我們現在在這裏 就準備開蓋了 是的 又下雨了 你看 好 現在雨越落越大 菜我們買了少許而已 剛才我們所說的 想去那個海鮮大排湯 應該要作罷的了 兩個選擇 第一個對面天保食方 第二個就是鏡頭後邊的雍和 再吃燒鵝 在我們等著雨的時候 就試試這個彈喊王子 買10個還要送兩個 不過10個我們應該吃不到了 又是這種滷麵包店 但它好像很漂亮 一問一問一問 哇 由於太大雨了 先頭我們打算去天保食方 問那個公仔 那個公仔說5點半 現在是5點半的字 後來再問老闆 老闆說6點才開始吃 由於太大雨了 我們就決定不等 過來監禮吃富激魚蛋 我們的食物就是這樣 總之這一堆東西 我們花了30元 有一個是9元 我不知道麵9元 還是粉9元 總之另外一個是11元 這個是10元 好像是 我不太記得 總之所有食物加起來 30元 天氣總是不事如期 吃富激魚蛋 一定要加些辣的 富激魚蛋 就出名 夠便宜 經濟實惠 十多元 有3粒牛丸 4粒 4粒牛丸 還有炸魚皮 炸魚皮 就是它們的精髓 它是這種白塊魚皮 不是那種白色細塊魚皮 然後今次我終於看到 可以有碗蔥給你 飲不飲 上次我在西村 應該是總店 就沒有蔥 失色不少 這炸魚皮 你一定要兩個人 那種泥石 然後你一定要有湯 那種才好吃 然後這樣浸軟 它不像油炸鬼那種 來一浸就浸 因為浸久一點都可以 還有富激的辣椒 醬辣椒油是很過癮的 它叫香而不辣 老婆也能吃得到 另外 它們的湯底 是很鮮的 不會太鹹的 但是一定要加上辣椒油 剛剛好 它的牛丸是一種大粒的 就不是說 我們有時候回到西關 相對一些正宗 傳統造型的 潮州魚餐煲 它是很細小的 那種 這一種是這一種風味獨特的 它咬起來 裡面的味道更多 有時候有這種爆汁的感覺 當那些粉有少少辣椒油之後 那種辣味恰到好處 一定是要有那種味才好吃 然後我老婆給它叫粉麵 又是我很喜歡那種 它沒有我們平時吃到的 蛋麵 那麼幼的 那種是粗一點的 不是鹼水麵那種 牛絲細麵那種的 我超級喜歡這一種麵 除了它還有豐福 對呀 最便宜吃這間 以前在這邊做事的時候 有時候工資低 工資少 過來這裡都可以選擇到 甚至乎中午 很多學生仔都會吃 魚皮浸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不會軟的 一樣沒有吃 一定要浸一下而已 不知道大家吃這種魚皮 喜歡吃大塊還是小塊 它裡面是有菜的 但是並不太多 就是簡單單單一碗麵 我覺得要再加點蔥才行 副記最難得的就是 即使受到遊客侵來也好 當地街坊也好 都沒有怎麼升價的 以前好像再便宜一點點 但是10元8元 你都不要想著它升得多少錢 好吧 好了 攝下來了 就到這個蛋撻了 然後呢 然後呢 就 10元12隻 即買10隻 送兩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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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蛋撻了 拆開來的 是吧 還買了三個包 三個包 三個包 不拆開了 10元3個 嗯 嗯 然後 雨呢 就開始慢慢細了 看到有些小朋友 已經不用擔心 我們等了一會 等於再入市場 走一會 走人 好了 我們又吃飽飽了 雨也都漸停了 剛才呢 在餐廳裡面還出現了一些趣事 我們差點以為 不能走 不關我們事 是怎樣呢 前面有個衣服 他回到頭 哎呀 我不見了 麵包 就坐在我右手邊那裏 當然是報警 第一時間 他說哎呀 調監控 老闆說不行的 你要警察才調監控 我們當然是一句 我一句 這樣 剛剛坐完之後 馬上腿還沒有擲 是啊 連個穿都還沒有擲 好像有過來經過 kell 那麼快手 我們也想著 如果警察先生地來 我們也會用 rais 我們在講 可能沒那麼快 下雨 後來 過了兩分鐘 Dennis 好 原來 要拿回他 原來放在那間 програм 我都指他生氣體 是呀 也不算很老 那些人說叫他插好垃圾 那些煮粉的衣服說你插好垃圾桶 不如現金就沒有了 是不是 銀行卡那些有的 大概就這樣 其實沒有記性這些東西都是經常會有的 比如我經常都會去到拍攝場地之後發現 原來是不記得帶攝影機各種 我都是試過的 這些跟年紀是無關的 好 那我們繼續走 魚是確實 真是沒有鮮喉那麼厲害 極少數人不用擔心也能走 對面的餐廳都開了齊波 這個有吃酸菜魚 魚生 各種都有 唯獨前面的蕭立世家就還未開了 那你也要盡公文義務協助 說兩句 你離開的時候他會說是你 那就糟糕了 不是 無所謂 真是搞笑 再來現在才是5.8個字 剛才如果我們坐在那裡等那個 嘲嘲煲 嘲嘲煲 鐵板黃線 現在都剛好讀完餐牌 等一下有人要打包一個奶粉 我們可能去第一瓶打包一份奶粉給女兒吃 那些待會再說 我們先走到市場 這裏又有一間聖街超市 他們的東西真的很划算 26元9毫 這是靚紙巾來的 維達 整條 終於我們又回來這裡 就是小和街 那些酒店都還有幾個 是的 我們從這裡進去 就會去到金花街市場 落雨 不知道會不會買到 落雨價的特價物品 再來 又有故事就是 剛才有個阿姨 坐在我們旁邊 即是不見錢包之前 他剛才跟我們推介一些附近的美食 我又不想打斷它 我也想知道有什麼好東西 對不對 他推介的東西很多 我其實都知道 但也有一兩間不知道 他說那個什麼魚肚羹還是什麼 在光復中那邊 下次可以過去看看 在這裡附近嗎 不知道 總之我推介他過來牛腦吃 廢話小港 三華里8元 然後黃皮10元 但是店舖少了很多 我看怕都沒有什麼 下雨價的了 下雨都要買菜 下雨都有人出來擺檔 香蕉見到兩元半 比較貴 不過這些美食 和本地粉蕉三元半 若有些熟悉的 就賣兩元 你說和我們回到潘魚那些 就不能給了 我說價錢 下雨 23元 終於選到了 萬油 也不算太慢 也不慢 這些快 23元一斤 23元 23元 對 23元 23元 要花18元 應該是因為下雨 是这样的意思 这样的吗? 我真的要坐进去里面 它就拦住 不让你这些人卖菜 真是绝 是这样做生意 搞到人不异 见仁见智 前之后 好像便宜些 4元前菜 黄皮13元 这边是 8元两斤的菜 3元半 各种都有 荔枝13元一斤 这种比较大 比较漂亮 但不够西装市场 还有零下菜苗 前面有白菜仔 大家还要下雨 都继续要卖 至于这边 就是耿泡那些 有瓦遮头的 当然是舒服一点 你看 全部放在这些铁麻 之前没有的 我们上一次来都没有 上次我们在对面吃 芝麻糊豆腐花的时候 都没有 上次都在对面吃过 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下雨 第二个 可能管理严格了 这条路是很可行的 真的 买什么 买芫荽 买芫荽 芫荽又不重 家里又会用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吃芫荽 我可以的 2元一份 是吧 好 现在那些鱼 慢慢游变回大 我们会过去第一瓶那边 在右边走过去 走回第一瓶那边 再买些东西 又是盛街 这个不是盛街 这个是水果店 贵尾 已经有山竹了 9元9一斤 我们在等国马路 大家看到这条路面 记录如生车轮饼 如果早前你有看我们的影片 里面是提及到 东山口那一集 我们在买车轮饼 原来他们在西环路 又有分店 话说这样 上次吃过之后 6元一口 大家还记得 好吃 另外 其实在这一集 之前的一集 我在珠江新城 又买了一个饼 又是类似的 漂亮一点 日式一点 16元 是没那么好吃的 16元的什么牌子 我都忘了 所以不说 可以一试 接下来最后一个环节 我们就要去解决 女儿的晚餐 原先我们就打算去吃大餐 怎么送那些 有吃 只打包给女儿便可以 但现在没有 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就走去前面 第一瓶叫做合兴小食 好像是买个奶粉给她吃的 如果是没有 我们就回到东村饭局 买个饭口给她 到时再说 我们在这里走去 我们面前 这里一直往前走 就是第一瓶 如果继续往前走 就会回去东风路 来这里最好的地站 就是西门口地站 不过很远 在我们准备去买奶粉的路上 就发现这个 23元一只鹽焗鱼甲 我们就决定买两只 家名羊鱼甲 排队 老婆已经逼不及待 过来这里排队 再看看她的饭盒 油鸡并叉烧饭 18元一份 脆皮烧肉饭 14元 下面是什么 明炉烧鸭 烧鸭也是这样说的 13元 下面是红烧豆腐饭 12元 最便宜就是这两尾 最贵18元 怪不得这么多人排队 我都算是齐排 烧鸭贏 买吧 哪里 烧鸭26元一斤 吃不吃到这么多 咸香鸡 但是我不太喜欢咸香鸡 20元半只 两只鹽焗鱼甲 烧鸭要不要 烧鸭 不要了 这些烧鸭 有些腌气 什么呀 一只乳鸭变成烧鸭 一只乳鸭变成烧鸭 白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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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买的买齐 该吃的吃饱了 我们是时候回家了 否则的鸭身体 那么油腌如果太大 还要 bodies 肯定各位观众 下集见 我们会继续 慢慢走地铁 最遗憾的就是吃不到乳鸩 其实鱼丹分是好吃的 比那个不同食法的鱼蛋粉有它的风味 老街坊的那种感觉 海鲜大排档留下一次 大把机会 下集见 拜拜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